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这图片多点出控当中的这个缩放 那好,那我们这一课紧接着再继续看这个多点出控当中的这个移动 就是说你边移动边放大它是才是一个完整效果 那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时 就是多点出控这个拖动呢 其实和这个之前这个移动是一样的 这个缩放是一样的 那好,那我们直接通过代码吧 上一课这一课给大家PPT也大概介绍了个大概 通过这个获取坐标移动并刷新 好,那我们这一块紧接着上一次的这个代码吧 上次这个讲到这个major image view当中 判断手指是否多个 上次是这个多个手指的话 这一块我们缩放是吧 缩放是表示多个手指当中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在手机上 不知道大家手机上有没有测出效果这个缩放 因为我这个模拟器上这个电脑不好操作 为了给大家演示方便 所以说用模拟器 然后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移动 以后我在模拟器上再测一下看能不能拖动啊 这个还是要需要这个CPU的这个电阻屏才可以 然后我们这一块我们先不说那么多 我们先实现效果再说好 我们同样的还是要获取一下我们的坐标吧 这个坐标怎么获取呢 还是从这个even点get什么呢 get raw x raw x raw x表示的是这个 你自这个时候屏幕上的所有滑动的这个 力度 好这个x轴外轴我们获取到之后 那我们x轴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减去上次这个last上次的这个 才可以才是表示这一次的吧 那好那我们减等于 减等于last x 好这个y轴的话是不是等也是减等于 last外轴吧 好那我们定义啊 这个之后那我们再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x 可能是否大于等于10吧 表示10的话我们是不是到极限了 这个y轴也是一样 判断是不是大于等于10 或者这个x是否小于等于负10 或者什么呢 或者y小于等于也是负10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好满足这个条件到达极限 极限范围内的就是我们想要移动的 就是我们想要移动的吧 那好那我们还是一样 在这个一块再写一个方法 叫 叫trans 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移动方法叫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port 好他要的是一个 x吧 要的还有一个外轴吧 这时候我们刚才说的 distance x是不是加上传进来的外轴 才是我们最终的移动总距离啊 那我们就是加等于这个x distance 外轴 加等于外轴 才是我们总距离吧 这个distance就是我们移动的总距离 好判断一下如果说这个distancex轴 如果说他到达上线了 到达上线就比如说我们定一个400吧 400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distance给上线了 既然上线了那我就 定设置我想要的吧 然后否判断的话 else if else if什么呢 else if这个distancex轴如果说小于等于400 小于等于400的话 这个时候小于等于-400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到底下了 也是到底下了 底下这时候我们就等于-400 比如说他其实是有个大小限制的是不是 好我们判断紧接着一样 判断一个distance外轴 外轴的话是不是大于等于 就是他外轴我们放大200倍吧 放大200倍吧 这个时候我们外轴是个等于200 200好 ifelse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判断的distance外轴 这个外轴是不是 是不是小于等于-200 小于等于-200的话 小于等于-200的话 distance外轴我们就等于-200 也就是说给他上线 到达这个时候我就负值 我最低的上线值 好 我们还是一样给他 evalive刷新一下 就自动会掉on-door方法 这个on-door方法调用 我们这个distancex外轴 是不是就会自动就干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调用这个trans trans就是这个范围内的 这个x轴 是吧 这里啊 那么同样的我们要把这个 只要这个last最后一次的 负的这个x轴等于 even这一次点击的 even.get get什么呢 getrawx吧 lasty轴呢 等于even.getrawy 好 这就表示的这个就完成了 然后那我们这次来运行 瞧眼这个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这次能不能滑动 这个手机上应该比这个 模拟器上灵命多了啊 这个模拟器上有点迟钝 就因为有点手指 也有可能手指有汗吧 在这个电脑写字板上操作 也是比较费劲 方法肯定是没错 因为他大概的思路应该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clean一下 运行一下 好运行 这么 我们看一下这个 模拟器 这应该就这次 好 这次可以移动 哎呀 太费劲了 好 那是可以移动吧 比如说这时候看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放大 放大这么多倍吧 好 可以放大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多点触控当中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呢 回顾一下 这一刻讲的 就是说 他这个多点触控啊 这个缩放和拖动啊 其实都是在一个方法里面 只是说在没误当中 我们判断的这个方法不一样 那好 那我们就多点触控图片的移动 缩放了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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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